比如说奥运倒数 奥运因为已经2020的 所以你把它改了 那东京奥运好像是这一天开幕了 就是2020的7月23日好像在东京办 所以在东京举办 那只是我想要知道 距离奥运剩下几天 那其实很简单 我刚刚讲过 因为它本身里面就是一个数字 然后今天也是一个数字 只是未来那个数字比较大 所以未来那个数字减掉今天日期的那个数字 就OK了 应该可以听懂我的意思吧 按右键出文格式我刚刚讲过 这个是44036 今天好像43262吧 给它相减的话就是答案了 只是说要怎么做 其实第一个当然我们出一个日期在这里 第二个的话等于什么 等于大的那个日期 就未来这个日期 减掉哪一天呢 减掉今天 今天那你就直接输入today就好了 用today today的话呢 就抓到今天日期 后果我给它一下打个勾 不过有可能打勾之后 它因为日期减日期 它回来格式也帮你给一个什么呢 给一个日期 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 按右键除了格式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了 怎么样 对 改为通用 预设的就好了 对对对 OK 或者你数字也可以啦 不过一般是改通用比较简单 按确定 好 完成 所以其实在以色列里面算日期是最简单的 因为天减天就好了 只是很多人减完之后发现像刚刚那样子 格式 他不知道改一下不就好了吗 对不对 OK 所以其实改一下 那其实在以色列里面最麻烦的是算月跟年 如果月跟年可以搞定的话 那其实算期 我觉得日期都蛮好搞定的 那只是算年跟算月 这个可能就要仰赖另外一个函数了 这个函数叫dative 这个dative函数非常重要 因为后面我们有一题练习题 这个人的生日到今天为止 如果我今天要填上的答案是 他出生到今天为止 已经几岁 几个月又几天的话 这么精确喔 OK那你要怎么算 开始用计算机嘛 计算机不知道怎么算 对不对 所以 他生日8月 所以你可能8月5号 那今天刚好是6月11 所以你就是 当然不是要你这样算 是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有就是用dative就好了 所以以后呢 如果日天减天简单 但是月跟年的话 就交给dative就好了 dative这个函数 其实它 它是有历史渊源的 这个dative函数的话呢 它是在 Essal的前一个 前一个软体 前一个软体 那时候叫Lotus 有一家公司叫Lotus123 四串表最早在DOS底下 是Lotus123 我讲到DOS已经二十几年的事情了 有听过Lotus吗 如果你有点头 那表现你有六日子 开玩笑 那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呢 因为它是源自于Lotus123而来的 所以它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它是非常重要的函数 可是你插入函数呢 理论上应该要在哪里呢 日期时间里面会看到dative 但是你会发现它找不到 主要原因是因为 它这个是Lotus123的专利 所以它没有办法直接 帮你把它放进来 可是它可以向下相容 那相容的意思是说 你可以用什么 用输入的方式 可以自己打 但是不能插入 所以这个函数很重要 但是它有个缺点 就是要自己打 自己打的意思是说 你要把它背起来 ok 还好啦 其实就是什么 dative dif ok 那其实特别是 你可能需要记得 也许最重要就是 算它相差几年 相差几个月 相差几天 其实可以不用 那相差几年 后面还有三个 一个是算完年之后 还相差几个月 或者算完年跟月之后 剩下几天 有没有 所以这两个 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将来要算 这个精确的年龄的话 你可以用它的y y算完之后 剩下的m 剩下 ym都算完 剩下的天 它就全部帮你串好了 ok 所以 那我们先试一下 dative ok 前刮符 假设 起始日期 那dative 的逻辑 特别是它需要三个引述 第一个引述是比较前面的日期 比较前面的 比较前面的 所以比较前面应该是70日期 逗点 第二个日期结束日期 逗点 第三个是你要比什么 我要比 他们两个日期相差几年的 相差几年 所以比完之后呢 它就自动帮你把它打勾 输入之后 Intel或打勾都可以 它会告诉你是26年 那特别注意 这个dative 它 当然你算年也可以用eer eer eer是什么 把它的这个结束日期的eer 2006 减掉1980 不过呢 eer减eer的缺点就是 它如果没有满 它的生日还没到的话 它还是会多算一年 可是dative是怎样呢 它一定要生日过 所以呢 比如说你把结束日期 把它改为 现在是10月 它其实8月到 它有过了嘛 所以如果你把它改成8月的话 等于是它的这个结束日期 还没有满的话 有没有 end会怎么样呢 25 有没有 OK 意思就是说 它一定要满 它才会多一年的意思 OK 那 那 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m的部分 m的部分 m的部分的话是什么 算月 相差几个月 那其实算月很麻烦 因为有大月小月 论月不是论月 对不对 的问题有四种日期 所以呢 我们如果交给dative 什么事都不用管 反正你只要怎么样 打个勾就知道它相差 颠倒 相差几个月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就直接把这个公式拖拉下来 然后把这个参数改m 那一样道理 如果把这个日期 因为月下面一个日 如果日没有满的话 它不会帮你加一个月 可是如果把12 改成15的话 它enter怎么样 又满的嘛 enter会怎么样 又多一个月了 所以基本上呢 它除了会 看月相浅之外 它会看日有没有满 如果有满 才会多一个月 OK这个道理 大家懂 日的话 其实你想说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用dative的来做 其实也可以啦 其实你会发现把它改成 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么 这边把它改成d的话 它一样 可以帮你把那个结果算 不过你想说老师 那刚刚不是有一个方法吗 等于什么呢 等于后面的日期 减掉前面日期 打个勾 结果有没有 一模一样 但公式看起来 后面这个显然应该是比较简单 所以像我如果针对日期的部分 我就直接减就好了 我没事干嘛dative 应该可以理解 所以dative最好用的是y跟m 另外还有ym ym是说 那我如果算完的年之后 假设啦 这边本来是10月 那他扣完之后呢 他剩下几个月 剩下一个月嘛 对 有没有 因为他是8月15到10月12 一个月 有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如果除非这边是 这边假设是什么 15的话 那就变两个月了 剩下来的还有几个月的意思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算底下这个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算的话 那一样我可以把它向下填满好了 那把它直接 这边改成ym ok 那一个月 有没有 意思就是说年已经扣完了 剩下的多出来的 会有几个月 一个月 除非说你把这边改成15 他就变两个月了 ok 可以懂这个意思 ok 那再来 md YD比较少用 YD是说算完年之后剩下几天 ok 所以你如果假设跟这边如果把它比 把它类似 这边把它改YD的话 意思是说这个年扣完之后 8月15到10月12 还有58天 那md的话就是年跟月都扣完了 剩下几天 那特别是如果这个后面的数字 比较小的话就算下个月份 下个月去了 ok 所以这边的话也许我们可以把这边 带过来 然后这边改成那个md md ok 那这样的话呢 他跟你讲28天 意思是说 下一个月 这个15号到下一个月的12号 就27天 那个什么润月 大月小月 dative都会帮你就是控制的 所以他已经帮你 那理论上应该是还蛮正确的 可是这个dative我之前预过就是说 在2003的版本 跟2007的版本 就是2007以前的版本 好像有一些bug 就算完好像会差个一天两天 反而2010以后的就比较精确了 为什么会知道 因为之前上课 因为有一些是在别人公司上课 然后他们每个人的版本都不一样 就算完之后发现 好像2007的那个以前的版本都错的 反而2010以后的版本都是对的 ok 那不过那个也要刚好有那个情况 我才会知道 所以理论上 新的版本的正确性会比较高 ok 好那再来的话呢 大家都知道有dative这个函数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刚刚dative的概念 ok 把它转移到哪里呢 转移到下面 用y 用ymd 要帮我把这个结果给算出来的话 这要怎么做呢 当然第一个 税痕很好解决 所以怎么样 你可以等于dative dif 这个可能要不要打错 因为之前同学常常打错字 一n 打勾现在怎么错 打错字了 好前面的日期 dative dative 跟哪一天比跟今天 所以一样tative 小瓜糊 好然后dative 比什么 比几岁嘛 比y 好 那这样的话把他打勾之后 45岁 可是我不是只是要45岁 我要的是什么 他要完整 这一串帮我放在后面 要怎么串 其实这个地方可能就自己先试一下 其实就是用end符号 串切 那把公式放过来 放过来 打个勾 OK了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特别注意 那个日期 如果以后算天比较简单 但是算月跟年的话 我建议你就干脆交给dative就好了 其实dative基本上正确性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那主要就是除了你要会算年跟月之外 其他还有像后面延伸叫算完年之后剩下几个月 算完年跟月之后剩下几天 这个当然会有延伸性 请各位把dative的练习 再试着做一下计算员工的实际真实的年龄 如果让我们讨压其他年轻集禁的 我们讨压其这一条